今天GGG公布在未来这两个月内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首先,他们说3.20的推出时间将会被延迟,由11月底延迟到12月头,这段延迟时间可以让他们提早开始整3.21 第二,他们说因为3.20被延迟,中间有一段空档的时间,他们将在11月5日开始有2-4个活动,至于什么活动和持续多久,暂时未有确实消息,稍后就会公布 接着他们又说关于3.20的游戏平衡改动,未来游戏平衡改动的文章将会与以往有些分别 首先,游戏平衡那篇文章将会砍件上,而且他们终于肯在未来的游戏平衡改动里透露一些即使现在未有的东西,即是新的内容 这样,我们玩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完游戏平衡改动,好像只看了半篇游戏平衡改动 看完之后都还未知道他们实际的去向是怎样,他们也有机会告诉我们,其实有一部分在Patch Note才知道,这样就有一些本末倒置 希望这个是他们和我们玩家改进交流的其中一样,也希望他们可以达到游戏平衡改动文章应该有的目的 至于那么多篇不同的游戏平衡改动,在什么时候才有呢?暂时也未有确实的时间 接着这一部分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最好的消息 客帽终于被证明,叫做Ruthless,中文是什么呢?暂时未知 这个新的模式Ruthless就将会像Hardcore和SoloSelfan专家和自力模式那样,你可以自己选择玩或者不玩 就像右边的表格那样,3.20之后开角色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标准或者赛贵,你想的话就可以选择不同额外模式,而且可以随便配搭 这个模式顾名思义是非常之懒的,在以往消息透露他们大幅下调了跌野的机率,包括通货和装备 即使令到你的角色可以每一个装备难都齐都是一个挑战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有其他令到这个游戏特别困难的东西,例如过章的时候不可以蝶丝过一只王 即是当你死了之后,那只王就自动会回回满血了,你就必须要一次过打赢他 而且当你打王死了之后,可能他直接回到对上传送点那里,而不是在门口那里可以直接走进去再打 另外也有说过,可能在城里面有一个NPC就负责帮你充满你的药水,不是一进城就可以直接充满你的药水 这类型的东西,这些只不过是他教组之前透露的可能性,并不准确 也需要等到他正式推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怎样的 他们也说在11月就会有alpha测试版本,有兴趣过到时可以申请,他们就会选出测试院 这个测试并不包括3.20的新内容,而去到最后就是关于Core Supporter Pack 即是上到$480那一系列的Supporter Pack 他们就说新的一套Core Supporter Pack就会在12月中的时候推出,到他推出的时候 现有Core Supporter Pack就会永久离开这个商城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看来GGG终于肯好好利用这个游戏平衡改动 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他们说的,我们还要看未来这一两个月里面 看他们怎样处理,而且大家对Ruthless这个游戏模式有没有兴趣尝试 不妨在留言告诉我,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记得入我们的Telegram或者Discord,甚至乎在game里面 Join这个斜global852korean的这个channel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